哎,无论你怎么学习,学习,再学习,你的目标似乎离你依然很远 为什么你就是成功不了,没办法更上一层楼呢? 其实事实证明,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诀也能对你适用哦 首先,可能是因为你没用过五小时规则 这个所谓的五小时规则,其实是由Impact创始人Michael Simmons所提出的 他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学习技巧之一 不过,这个概念其实Benjamin Franklin过去就早有用到 他每天会花时间去设定目标,学习并试验新鲜事物 其实Bill Gates,Mark Zuckerberg,Opera Winfrey和Elon Musk也都有采用过这种方法哦 不得不说,他们真的都是很厉害的成功人士,对吧? 所以,如果你想像他们一样,那就需要去模仿他们做过的事 主动并定期地投入时间去学习 这个方法主要有三个步骤 即阅读,反思和尝试 Harry Truman曾经说过 不是所有爱读书的人都是领导者 但所有领导者肯定都会读书 Bill Gates每周都会读一本书 Elon Musk认为自己透过阅读来学东西时 比用其他任何方法都快 Warren Buffett每天也都会花五到六个小时来读书 所以,你需要保证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的阅读量 无论是在休息的时候读 睡前读或还是去听有声读物 只要去做 你就肯定不断地接近自己设定的目标 下一步就是反思 每天花些时间对你读到的内容做出思考 想想怎么才能把它转换为自己的东西 应用在你的生活或工作中 它能给你带来卓越的成果吗 反思时你要做到分析、记笔记和提问 LinkedIn的首席执行官Jeff Weiner 每天都会花两小时去思考当天所做的事 所以你也可以试试 反思并重新审视自己一周之中所做的所有工作和个人决策 是否犯了什么错误、学到了什么 以及要怎么做才能更有效 最后一步 尝试 如果你读到了新的资讯 那就试试 看看他们对你是否有用吧 工作中你可以大胆尝试新的、非常规的做事方法 看看是否应该走别人走过的路 还是可以自己另辟蹊径 你今天所爱的每一样产品或服务 其实都是别人思考的成果 那为什么不去创造你自己的东西呢 当然 这个五小时规则并不是富人和成功人士的唯一秘诀 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方法哦 请继续收看吧 艾森豪矩阵法则 这个简单的方法是由Dwight Eisenhower将军提出的 包括Steven Covey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这本书在内的多部关于工作效率的书籍都有提到他 试试 早上刚到办公室后 拿几张纸 或者用你自己的工作日记 在上面画一个大方块 然后把它分成四个方格 在左侧两个方框的旁边分别写上重要和不重要 在顶部两个方框的上方写上紧急和不紧急 然后根据可能需要执行任务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把它们分配好 并把它们填在方框内 你应该把重点放在属于重要和非紧急类别的事情上 比如学习锻炼个人成长等等 这些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 但我们时常容易因为紧急而非重要的东西而把它们搁置 你需要做的是花一天时间只做重要的两个方格里的事 并避免去做不重要的两个方格里的事情 比如上网看电视等等浪费你时间的事情 90分钟间隔工作法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们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无论是哪个领域 能专注于一件事情90分钟的优秀人才 都比那些在桌前消磨数小时的人要更有效率 所以你也可以尝试花90分钟 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 之后让自己休息15分钟 比如说你可以看看我们量生活的影片啦 做做身体锻炼或者去公园散散步 然后再继续花另一个90分钟来专注做下一件事 这样的时间安排能够让你恢复精力 并激发出新的精彩创意 画插法则 其实你早就熟知画插法则了 那就是在书桌上方放一个日历并设定目标 然后在每个你有坚持做事的日期上画一个大插插 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实现任何你想要的事情 因为它能为你提供你所缺乏的坚持连贯性 日历上的一连串叉叉可以提醒你一路以来你做了多少努力 并且因此激励你继续前进 你要做的只是不要打破这个坚持连贯性就可以了 喜剧演员Jerry Seinfeld就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这个方法 它画的叉叉是为了让自己每天写出一个新的笑话为目标 这个方法看来对它的确很有用 是吧 如果你还需要一些额外动力的话 你还可以为自己达成目标设定一个奖励 这个奖励可以是任何东西 去你最喜欢的地方吃午餐 听个音乐会 任何让你高兴的事情都行 你可以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类型 早鸟型和夜猫子型 一天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有特定的时间是他们经历最充沛的时候 他们能在这个时间完成很多任务 所以为了要提高工作效率 你必须订定自己的计划 并找出两到三个属于自己的尖锋时刻 比如说下午和晚上的时候 我就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那我宁愿在那个时候放松一下 但是第二天上午九点 我又会变得积极亢奋 再艰难的任务 我都能一直做到中午 而这正是这个方法的关键 找到这两到三个 你工作效率最高的尖锋时刻 然后在这段时间里 完成最重要和最具生产性的任务 你可以把其他事情安排在别的时间去完成 经历状态 尖锋时刻最好是能与你的经历状态相结合哦 一周中 你每天的经历状态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 它都会对你的工作效率产生影响 当然 人各有不同 各自的经历状态也不同 比如说 如果你周末休息得好 那么你星期一的经历可能就会不错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好好做这周的规划 星期二和星期三是你经历状态最高峰的时候 那就做好脑力激荡 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也去尝试一下新的事物吧 星期四 你的经历开始减少 那么这时 你最好是能够和团队开个会议 星期五到了 你的脑子里除了周末以外 任何事情都装不下了的话 那就做做长期规划和简单的任务吧 不过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最好做好你的经历状态记录表 看看你哪天经历最多 再做出相应的计划 四大干扰 当人心烦意乱时 真的很难完成任务 而我们正好又生活在 最充满让人分心事物的年代 所以大家都有相似的状况 这种干扰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精神干扰 是指那些在你脑子里出现的 与目标无关的想法 当你遇到这种干扰时 停下来问问自己 我现在专注的是什么 这样就能够让你恢复镇定 物理干扰是指任何分散你注意力的物件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这种干扰 你需要确保身边没有任何让你心不在焉的东西 电子设备干扰也是一个道理 把手机放一边 电视关掉 PlayStation也最好收起来 最后就是讨厌的社交干扰 告诉你身边的人 你需要花时间专注做某件事 等忙完了才能跟他们愉快地聊天 只要做到这四个步骤 你的注意力就能恢复正常 两分钟法则 在David Allen的著作搞定乌鸦工作的艺术中 David Allen提到了一个简单的规则 如果你的任务只需要两分钟即可完成 那就去做 你甚至不必把它放在你的代办事项中 直接做好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目标需要超过两分钟才能完成 那你至少也要着手去做 首先先用艾森豪矩阵法则 来判断这项任务是否至关重要 或是至少值得去做 如果不重要那就放弃它 80-20法则 这种被称为帕利托法则的效率法则 让人惊讶 但又符合实际 你所做事情的20% 可以为您提供80%的最终结果 这意味着剩下的你所做的80%的事情 只能为这个结果做出20%的功劳 哇 想从一天里抽点时间出来 那你最好弄清楚 你所做的这个最有效率的20%是什么 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在这20%上 并放弃或者少做那其余的80% 两块披萨法则 听起来好美味哦 和团队开会进行脑力激荡可能是个好主意 但是你知道如果人太多 结果可能就不会太理想 大家会花一个小时进行愚蠢的 毫不相关的讨论 而不是提出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方案 这真是浪费你宝贵的时间 因此下次开会前先想想 如果你订两块披萨 能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吃得到吗 如果不能 那么参加会议的人数就太多了 会影响工作效率 最后学会对那些亮晶晶 让人着模的东西说不 这些像是在对你说快看我 看着我的东西 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浪费你的时间 它们可能是推特 脸书 电视 或者是八卦新闻等等 这些有趣的东西 的确 这可能是所有法则里最难的 但却也最有效的一个 只要你学会对他们说不 就可以了 你有什么可以帮助自己提高效率的方法吗 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吧 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赞 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 最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吧 感谢观看